各位萨拉斯影师大家好 终于我拿到了追拿TP测试书的账号 因为马上就要开那个暴风前系了 我就不太做太多的其他视频了 今天这批视频是简单的对比一下各个职业DPS 我选择了兵法 术师 猎人 元素杀 还有暗幕 好吧 都是最初始的装备 就是暴雪给的这些装备 懒装 医生懒装 最初始终 医生懒装 看看伤害怎么样 是不是大家预期的那样就是说 术师和猎人比较厉害 当然我自己已经提前测试过 确实是猎人是真的强 猎人真的强 法师和萨满是中等梯队吧 好 大家演示一下 先把时间拿出来 应该是我测试是两分钟 两分钟的话基本一个爆发结束 好吧 两分钟结束 另外一个或者一管蓝就结束 大家先喝满蓝 喝满蓝 因为没有任何插件 我只弄了一个这个插件 所以比较简陋 但是大家可以看到就可以了 准备3 2 1 开始 我把水元素的时间算去 开启各种爆发技能 开爆发时 法师伤害还是很可观的 1000能上1000 爆发的伤害大概是950左右 950到1000左右 现在爆发还没结束 因为还有宝宝 所以宝宝还是一个伤害 水宝结束了 好 这是正常法师伤害了 今天暴击还是比较多的 这次暴击还维持在900左右 太少还降了 850 860 840 法师暴击的伤害 收益还是很高 所以对暴击来的法师收益 还是非常不错的 830 1分半 820 820 830 820 820 这基本就已经稳定了 大概是800 1到820 左右的DPS 基本是800 1到820 这次抵抗比较多 这抵抗比较多 但稳定的话 应该是装备的好点 应该是810到 甚至说 700 780左右 780左右 上下10 好吧 这就是法师的DPS 780左右 上下10 好 下面我们看增加萨 元素萨 元素萨 也是一身普通蓝装 也是一身普通蓝装 一身普通蓝装 没有什么特别的 没有什么特别的 先买点水喝 没有浮沫 那什么都没有 宝石都没有 我测试来讲 就这个元素萨和法师的伤害是差不多的 好 大家先水盾 喝个涂疼 喝个涂疼 涂疼 喝喝水 倒计时 一管蓝 刚才法师一管蓝 持续大概一分半 准备三 二 一 开始 来个大电 一般是最佳输出三个闪电键 一个闪电链 三个闪电键 一个闪电链 对 对 是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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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 这个节能真的跳得太多了 大概是889左右表现非常不错 880我感觉是880正负2正负10左右的上海 88正负10然后暗幕准备1分10秒左右 但是你刚才看到了Saman的时间只持续的比反而是少了20秒一管兰 所以所以这个Saman的这个续航是个问题 Saman续航是个问题比兵反来 好准备321 暗幕输出计划是相当简单的 因为没有插件就很讨厌这个 出发了 墓室满续航快结束了 结束700730正式墓室 按摩还是不错的 因为它会提供一个15%的暗伤buff 还有一个小队回来还是相当不错的 这个表现相当不错的 要么术室 术室我个人测试伤害并不是特别高 也是没有插宝石没有人上什么都没有 因为现在没有插点 所以监视打起来可能不是这么好 不是那么好 准备3 时间哪 3 2 1 开始 术室要坚持的buff太多了 它有好多dbuff坚持 哦宝宝没打 稍等 900左右吧 上900左右 刚才有一点没打好 好多抵抗 好吧大概是830左右 830吧 但如果有了目视的15%的增伤的话 就是太可观了 930乘以1.15 大概是950左右 术室的 术室的基础伤害 一身栏装基础伤害 950左右 950左右 还是非常可况 而且刚才宝宝还没有第一时间打 所以术室这个 为什么说术室伤害高 是真的是 但是术室伤害高的前提一定要是要有 这个暗幕的这个dbuff的暗幕 这个暗影一伤了 这个收益太高了 所以如果要团队的术室多 一定要配个暗幕 一定要配 甚至两个术室要一定要配有一个暗幕 所以某种意想说就是说暗幕是必须的 有一个暗幕位置是必须的 等于这个概念 最后我们的猎人 我打猎人当时也是我刚才自己实际上 一个人对猎人的伤害经验到 真是经验档 经验档 我们这步为宝宝点失误 让宝宝开心 让宝宝开心了 然后守护 标记准备 那时间 术室刚才我就没有太注意的续航 因为术室可以旋转了 所以续航不是大问题 是不是续航根本就不是问题 所以321 开始 好 开野兽Cell 然后大家就虚幻了 我看这上一期1100 1.3k 简直不要太强 是啊 好 有 一 啊 二 K 一 下 一 二 而且猎人的爆发只有两分钟 雷手合一 这真的是强 稳定1.1 稳定1.1 1分30秒 蓝还没有耗光 我还没有做一线红 一线红不会浪费这个什么的 1分40秒 是刚才测试里续航时间最长的 然后伤害最高的 所以这个版本猎人是真的强 猎人真的强 1.1k 普射宝宝 伤害最高的 真的强 1.1k 好吧 好了 今天测试就到这里 所以大家可以看出来 这受忘率是非常强 还是确实是强 然后法师萨满差不多 数是比猎人超迅一丑 但是有buff之后也是很强 然后可能数是猎人上限也高 散满的话 虽然伤害可以 但是上限并不高 因为他的装备收益 可能没有猎人的数这么多 暗幕的话 就是正常 就是第二T对DPS 给理解为 T2T对DTPS 因为猎人T0 猎人数是T0 法师 增加萨T 目视算是T2.5 T1.5左右的 T对的伤害 但是他的增伤太强了 所以必然会有一个位置 好吧 其他职业我后面再测试 因为不太了解其他职业 那近战职业的话 可能太吃装备了 所以我没在这里特别测试 近战职业 我只是先测试一下远程 好吧 好了 感谢大家收看 希望本期视频 给大家了解一下 各职业伤害上的差距 谢谢大家收看 下期再见 别忘了点赞和订阅 不要忘了点赞订阅 再见 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